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字 把1270位的政治受难者判决主文 用碎纸机缴碎 选在过去曾是警总军法处看守所的喜来登饭店 举行电一波撤销政治受难者有罪判决仪式 5号有多位的高龄长辈到场参与 回想过去大半辈子的痛苦与莫名罪名 心情沉重 回复1270位受难者受损 名誉也包括10位的原住民政治受难者 其中有三位助转会联系到的族人 他们当年因为寻求族群自立发展 组织台湾蓬莱民族自救斗争青年同盟而被捕 背叛15年的有期徒刑 持夺公权10年 而且全部财产都被没收 过去不少受难者征讯期间遭到灌水电击或是毒打等 种种寻求 总统参议员致辞时也代表政府向政治受难者道歉 希望今天之后他们能够尽量放下痛苦回忆 助转会主委黄黄雄表示 这是第一批判决撤销 这一小步希望成为国家转型正义一大步 未来半年内将有第二和第三波的罪行撤销公告 总人数可能达到一万人左右 原市新闻喜故底福兰台北市采访报导